大家好,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14日,星期五 二十大在職,香港警察不知關於什麼事 中共二十大即將舉行 昨天北京出現罕見的反襲示威 香港警察隨即在昨天凌晨出帖 二十大即將舉行,會加強反恐預防工作 守護我城 並確保二十大期間香港的治安穩定 守護藍大門 維護國家安全 關你什麼事 警方的鐵文配有多張特警部隊 包括機場特警組 反恐特勤隊 和鐵路應變部隊 在中環、四形盤、中聯辦等 港鐵和重要劫衷物、建築物 作出高之大聯合巡邏 警方指三支特警部隊會加強反恐預防 警隊其他單位也會隨時後命 確保二十大期間 本港的治安穩定 那在這裏 我先講講香港警察說什麼 首先 守大門 護我城 保安全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豁護二十大 即將舉行 警隊三支特警部隊 包括機場特警 反恐部隊 鐵路應變部隊 於全港 作出高之大巡邏行動 加強反恐預防 守護我城 警隊其他不同單位 亦都隨時後命 以確保二十大期間 維持本港的治安穩定 同時守好南大門 維護國家安全 好 我想說警察關你什麼事 現在北京示威 哎呀 猛一下猛一下阿強 還有蕭制宜 好了 這班警察已經傻了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頻道 月份人有能力的Patreon支持 多謝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